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HS2Academy Harvard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欢迎大家参加这个星期的教育直播 首先呢要 因为这个weekend是这个Happy Mother's Day母亲节 所以要恭喜大家 这个至少在那一天你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斜杠人生 所以每一个妈妈都还要在 就是说可能有别的工作或者是 反正就是不容易了 那当然我也是一个斜杠人生 可是我觉得当妈妈真的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也祝你们这个母亲节快乐 也希望你那一天可以轻松一点 好 那现在要开始播报这个星期的教育新闻 首先呢 先跟大家分享我在YouTube频道的这个问卷调查 这个问题就是说呢 近来美国的教育乱象 作为家长来说 你觉得最好的对策是什么呢 那最多人选的当然就是努力的推动 让教育回归本质 因为这个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推动这个让教育回归本质 就是他们的基础 他们的英文数学科学历史的基础 就是不要教其他的一些 我们觉得不是很相关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现在 在鼓吹这个砍断长春藤 尤其是有一些大V 油管大V一直推动这个砍断长春藤 我觉得这个砍断长春藤 你不会把这件事情给解决 那你反而是把美国这个教育里头最好的一块给拱手让给别人 好 就是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疯了 你就把他的脑袋给砍掉 类似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人还是一样没有没有什么 就没有被解救嘛 所以这个呢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有些人觉得说什么东西教育乱象 好 当然了有些人他可能是故意的说反话 有些人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 好 那也有一些是同行来采的 好 为什么我要有这个选项呢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是这个你就选这个吧 好 那会来吵架的好 有些人他就是去每个这个频道吵架 好 那你懂的啦 好 那我要针对刚刚他讲 就是有一些人讲说什么教育问题 对不对 我就随便举例一些教育问题 好了 好 我们的这个美国的青少年的这个阅读呢 跟数学呢 从2012年之后持续的下降 好 那现在很多的州是 这个学生的这个阅读跟数学是不及格的 所以呢 这是程度上的下降 然后呢 很多的青少年呢 有这个心理疾病 尤其是女生越来越严重 好 这个持续性的不开心 想要自杀有30%的人想要自杀 持续性的不开心有57% 然后有的就已经要自杀了 好 就是24% 好 然后已经曾经自杀过13% 这是持续持续的就是getting worse 好 越来越糟 然后呢 有四分之一的高中生呢 自认是LGBTQ 就是这个同性恋 这个就是双性恋这些群体 其实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他们因为还没有成年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 甚至有的小学生就已经开始觉得他们是LGBTQ 那是不是有一点太早了 他们是真的能够真的了解这件事情吗 所以现在这个的问题呢 可能你会觉得说只有长春藤才有这样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K-12都有这样的问题 像这个就是调查就是四分之一的高中生 只是说他在没有去读大学之前他不会跟你说 所以你也不会知道 你可以想看他跟你说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其实呢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不代表就是没有发生 所以这个呢我可以告诉你 是非常普遍不是只有长春藤 好 那所以呢 所以呢我也就是说提供了这个T-shirt 这个当然因为我的频道现在是快要30万人还没有 那30万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我们就会开始发送这个 让教育回归本质T-shirt 这个就是我希望你们在我任何一个影片或后文下面 留话就是让教育回归本质这句话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开放就是送这个T-shirt的时候呢 你们就可以凭你们的这个频道名字来领这个T-shirt 你可以要求我们寄到你家去 你就要付那个八块钱的邮费 或者去我们的分校领这个T-shirt 那这个T-shirt就是让你穿到学校 要让老师知道你的想法是希望让教育回到本质 那为什么我要叫你们留话呢 我觉得这是聚集一种念力 聚集一种念力来让这件事情发生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所以呢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T-shirt 也会参与这个活动 因为我真的跟你们说 其实你们可能看到很多校园示威啊 或者是说什么学生 就是说一些一些行为 你觉得不开心 你可能觉得他们很可恶 其实我不觉得他们是很可恶 我觉得他们充满恐惧 我真的不晓得他们以后要怎么样 面对这个世界 如果他们是这样充满恐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动这个活动 那也希望你们能够参与 好 那这个新闻呢 就是呼吁我刚才讲的 你们要参与 这个呢 其实真的是一个新闻 好就是说呢 研究调查呢 就是家长有参与学校的一些活动 好一些决策呢 会让这个沟通 就是说学校跟家长成为真正的伙伴 然后让这样子可以让学生在学业社会情感上 都得到受益 好那你 你可能讲啊 我又改变不了什么 啊我英文又不好 啊我又不能怎么样 不是啊 那你都不参与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权利去抱怨 或者是说不喜欢现在的状况呢 你就是要参与啊 所以我跟你们讲 你们就是要参与 因为那是你的孩子 不是别人的孩子 好吗 那是你的责任 真的 你的孩子就是你的责任 好吗 好 那讲回这一大堆的这个校园示威的这个新闻实在太多了 我真的讲不完 所以我就举例一些我觉得比较重大的来跟大家分享好 因为太多太多 你们也知道最近这些事情的新闻太多 那我讲了你不要觉得这些学生很可恶就把他们送去中东还是怎么样 我跟你们讲这些学生他们真的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 好那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真的是觉得蛮可怜的啦 好反正呢 各有各的看法啦 好那这个呢是一个调查就是叫做Intelligent.com 他们对这个大学生呢做了一个这个调查就是说呢 你对这个就是清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的看法 55个percent的大学生表示他们学校里面有清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这个真的不是什么长春藤才有的这个 这些活动就是真的是普遍在很多的大学55percent都有 然后呢84percent的学生觉得理解 因为他们就是受这个教育就是包容嘛 平等嘛 好那三分之二的人觉得说他们赞成这个就是活动 然后呢只有11个percent的人觉得反对 好其他的人不知道 不就没就没意见了 好那这些学生呢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呢觉得 呃不是觉得就说他们就说TikTok就是他们这个抖音就是他们主要的资讯来源 了解这个尾巴冲突就是从TikTok来的 好这些资源好不是别的地方 那三分这个36percent的人觉得呢可以使用暴力作为抗议 好那37percent的人觉得就这些是支持抗议的人里面36percent觉得可以用暴力 然后37percent觉得可以用仇恨你的言论38percent的人支持停止第二点理 46percent的人觉得可以就是阻止学生去上课75percent支持在校园里扎营这个是这下面这些是就是支持这些抗议活动的人 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现在是普遍这个学生的想法 好所以呢这真的不是一个呃只有某些大学的问题 这是普遍的问题好那现在呢就有人出来说了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普遍被灌输了极端主义极左的这个意识形态好就是普遍的认为这个这个世界上就是压迫者跟被压迫者 其实我真的之前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不过我上上个星期在一个那个收音机的节目里头我也是做了同样的评论就是现在的学生就是普遍觉得说压迫者跟被压迫者 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只有两种人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呃出来帮助那个被压迫者好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呃主要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好那 纽约的这个呃这个呃呃就是纽约大学呃约不是不是纽约大学就是纽约市就是纽约市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主要嘛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像Fordem那些也有这个呃就是抗议活动 然后他们发现呢被捕的人呢其中有一半不是学生也就是说呢第一次被捕的人呢有二十六个percent二十九个percent的其实二十九percent的还蛮多的好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然后第二次呢更多有六十percent的人根本就不是那个学校学生所以呢就很多人觉得说这些学生是被怂动的是有这个呃其他的就是甚至有这个职业的这个 这个示威者混在里面那你觉得有没有呢好现在这个是警方的这个呃警方的发现好好那哈佛大学的部分呢他的这个临时校长因为我们知道他之前那个Cloud and Gate的那个校长离开了之后有个临时校长他就说如果这些抗议者你们不把这个哈佛的这个呃就是在校园里头的这个帐篷拆掉呢 你们就会被非自愿停课意思就是说你们就会被呃呃就是停课休学呃不是停学啦好停学那有一些甚至是有这个呃外籍学生的话可能就必须要出境好说有些人可能就不能毕业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好那哥伦比亚大学当然是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呃就是 重灾区了好那他们呢就是宣布了停止了这个呃就是主要的毕业典礼他们会举办一些小的毕业典礼的活动就是小型的好那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就很不高兴了觉得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因为呢这其中有一些呃学生他四年前的时候 Covid-19的时候他的高中毕业典礼是被取消然后他现在四年之后他的毕业典礼又被取消其实哥伦比亚不是唯一取消毕业典礼的其实还有蛮多的这个大学也同时取消了毕业典礼所以这个是一个呃就是说很多家长觉得说蛮不高兴的事情好因为当然啦就是说参加小孩的毕业典礼其实不要讲说华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吧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等了那么久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会不高兴可是校方就是怕说会出什么状况嘛好好那UCLA呢是一个也是一个重灾区好就是这个呃之前呢就是呃有这个暴斗嘛那这个呃警察呢就进去抓人然后呢现在UCLA有超过600个教职员联名要求校长为这个四位游行的学生被 警察逮捕而下台所以这是他们做的要求如果说不下台怎么样呢这个族群的人呢就说他们可能会罢工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UCLA的情况好好那这个文章他是讲说我们可以从与这个加沙抗议者达成协议的四所学校学到什么其实他说是有学校但是文章里头说的学校绝对不止四所就是西北大学布朗大学 还有这个约翰霍金斯还有加多大陆合并非校这些大学哦他们已经跟这个呃就是学生达成了协议就是说呢他们来讨论一下他们呃是不是能够呃答应学生的要求就是学生现在就是要求说他们从以色列撤资然后就说如果呃在以色列呃有这个就是以色列有相关的厂商都不能接受他们的捐款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要跟他们商量 谈判所以现在就是呃有一些学校可以讲说已经是妥协了啦好那这个呢现在的不只是大学的问题现在呃就是说共和党的领导的国会小组呢他们想要呃跟这个高中的公立学区一些学区像这个纽约啊像berkeley啊像这个montgomery的这些呃county的这个领导人呢要讨论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些 游行已经有一点呃呃这个示威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有一点渗入到这个呃公立高中所以呢他们要呃看看说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我就讲了这个真的不是只有就是某一些学校现在这个就是如果说呃整个问题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的这个k to 12的学生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只是他们能不能做些呃什么行动出来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说你把某一些学校砍掉就是把他们呃你不要去那些学校而且说实在的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就算你的小孩不去那这整个呃整个的影响还是迟早会影响到你的小孩甚至影响到你自己啊所以这个真的不是把某些学校砍掉就能够解决的好那这个新闻讲的呢是麻生理工学院MIT呢他成为第一个顶尖大学 禁止DEI好什么叫禁止DEI呢就之前呢麻生理工的这个呃去应聘呢就你要去那边呃工作你要去那边教学呢你需要写一篇关于DEI探法的statement就是说你之前为对DEI的贡献你以后对于DEI有什么样的愿景跟你的计划好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学的申请的文书也有这部分的这个要求嘛好那他说 这个呢我们就不要了好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呃达成这个DEI的环境好所以这个呢就是麻生理工学院不过说实在的啊他之后会怎么做当然你不知道可是他愿意这样子去呃就是发表声明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蛮蛮蛮有guts的一个动作了好在现在这个状况下好那这个呢就跟刚刚那些示威游行比较没有关系这个是比例 比例时的伊丽莎白公主呢他即将在哈佛大学念这个公共政策硕士那他是这个比例时的这个公主所以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因为其实这种顶尖大学里头很多这种什么欧洲的皇室的公主啦王子啦真的是有所以这些大学他不是普普通通的大学不能随便就把他们砍掉哈这个真的就是很珍贵的东西 对美国来说所以应该是要想办法把它修好所以不是把他丢掉哈好那这个呢是芝加哥教师公会呢因为学术他学术降低然后他还要要求500亿美金的这个budget做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要把闲置的学校改建为这个移民住房好然后呢要建立无警察学校然后要为这个教师公会的 会员员呃就是全额付这个堕胎费然后呢要培养这个培训这个LGBTQ议题的这个年度培训然后要涨薪水95%所以他们需要500亿美元的这个呃就是呃新的这个budget好但是呢这个新闻里头同时也讲了就是芝加哥工会的主席呢 他是把儿子送去私立学校也就是说他是在公立学校的教会教师公会但是他却自己把儿子送去私立学校他是说因为他儿子要踢足球好但是你觉得呢那你觉得芝加哥教师公会他有没有这个呃就是 他有有他能不能要求这样的这个呃这么大笔钱呢其实芝加哥八年级的学生成果呢是非常令人堪忧的只有21个percent的呃小孩呢就是阅读是过关的 然后数学只有16个percent的小孩是过关科学只有7个percent跟写作23个percent的小孩是及格的所以这么这么糟的成果之下他还可以要求那么多的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新闻会跑出来好好那这个呃就是休斯顿独立学区的老师呢会被这个更多的裁员因为呢他们有4.5% 5亿的资金短缺那休斯顿学区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休斯顿学区之前已经好几年连续好几年都这个就是呃不及格学生的学习不及格好但是现在呢他们这个呃有很大的资金短缺然后呢这个呃就金三联合学区呢也有4.2亿的这个资金短缺那上一个新闻是讲说可能这个学区会被国家接管但是呢 这个auditor就是审计员呢说哦不会不会的其实呢还差的远了差的远4.2亿好而且加州现在好像是300多亿美元的这个呃这个资质好所以真的这个钱要从何里来那所以呢他们现在要裁员可是你裁了300多个人就可以搞到4.2亿吗我也不知道了好反正这个呢就是现在的 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学区呢都是这个资质好那怎么解决呢不知道 这就是这个资金短缺的资金短缺的资金短缺的资金短缺